接下來非常榮幸邀請到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唐鳳政務委員將社會創新從科技社群一路推進政府體系 更將公司協力的精神展現在COVID-19防疫的工作項目中 他將與我們分享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歡迎唐鳳政務委員 好 應該都有兩公尺嘛 我就口罩先拿下來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之前可能有朋友在YouTube上也有看過我演講 應該了解到我演講是沒有簡報的 我要用什麼簡報完全看大家的想法 那這個其實也是社會創新的一環 社會創新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好比像說我怎麼知道在場的大家想要聽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數位的方式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所以如果掃得到這個QR Code的話 那你也可以變成這個你知道數位正位就好幾位正位 數十位數百位都可以直接掃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也沒有關係 可以手動輸入slido.com 然後再輸入00315 警號不用輸入 如果是有那個LINE加朋友的那個掃碼的也可以使用 它有很多介面 那不管是掃QR Code還是 用slido.com 00315加入 你很快就會看到有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你想到什麼想要問我的問題 立刻就可以發問 當然舉手也可以 但有時候舉手需要勇氣 而且會打個折扣 但是在這個手機上面 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也不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想到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那第二個是說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多 它越會跑到這個螢幕的右上角 所以如果有人已經進來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 不知道說個午安啊什麼之類的 那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這麼聽話 就是真的有人 真的有人說了午安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個有一票 那就是有人也複裔這個午安 那我就會把它highlight起來 highlight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就知道說 我現在是在討論午安的這個題目 不過這個題目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我也說午安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把它收起來 所以在接下來的大概半小時裡面 那大概就是靠大家按讚 然後跟發問 那我就會即時的互動 那如果按讚的數量越多 那當然我就會越先回答 那如果來不及回答完的話 那當然就很抱歉 但是每一個問題我都會看過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拉票 那但是如果這個在不到半小時 然後上面都沒有問題了 也沒有人要按讚 也沒有人要舉手 那我們就會提早進入下一個環節 演講就會提早結束 不過以前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 我也不覺得這次會提早結束 那我們就開始囉 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地方創生要怎麼樣走向國際化 這非常好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在地方創生 這個生啊 他當然同時是就是產業的那個創生 也是人口的創生 那我們了解到說 只要在任何地方 就算他現在人口是淨流出的 但是你只要把在地的學習的權利 在地的健康的權利這些 把它照顧好 那其實很多人會願意至少 可能一周有一半的時間啦 所謂兩地居嘛 在那邊也有所貢獻 在城市也有所貢獻 那隨著我們在那邊解決的題目 也可以給全世界的朋友來參考使用 那這個問題呢 就可以變成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那這裡面 那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 不是這一張簡報 對不起 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現在在地方創生 不管是透過我們教育部USR 或者是青年署 當然現在也開始有親據點 或者是有很多青年的參與 那或者是農委會水保的體系 然後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工作 文化部青尊等等 那但是這些工作呢 在最近的四年來 因為2015年出現了 這17個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好比像說 現在大家如果在高校生 有跟大學做過USR的合作的話 都會了解到說 現在大學都必須要去用 具體到幾點幾的這個細項 來去介紹說他們的工作的成果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這好像全世界在做這個 經濟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 以及環境的發展的 這三個方向 它變成一個共用的vocabulary 共用的一個詞彙 也就是說 以前好像是有點各做各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 哪些是同時能夠兼顧 經濟跟環境的發展 好比像說這邊 循環經濟的部分 或者是哪些部分呢 可以兼顧社會跟環境的發展等等 那這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它的數字越小 越表示可以從身邊 立刻就做起 立刻就可以獲得解決 好比像說 一開始的這個 我們說平積建造 就是貧窮飢餓的解決 生活品質的增進 健康的增進 以及教育 那但是呢 到後面的這些數字 比較大的 就是13氣候變遷 14海洋 15陸域 16開放政府 17全球夥伴關係 這個就是比較抽象的 那SDG就是告訴大家說 不管你在做具象的 還是抽象的 這些都可以加在一起 做成一個綜合的效果 所以像我剛剛不是說 這個數位就是不止一位嗎 這個不是只是 就是好像耍嘴皮而已 這個真的是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我跟全世界在介紹 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是先講 我們在地 好比像說在口罩地圖 或者是我們這個數位防疫 到底做了哪些事 但是後面呢 我就立刻下一句話 就說 那這個就對應到 這三個永續發展目標 17項的3個細項 就是把有效的資料 在各部門之間能夠流通 好比像說 每個藥局它的口罩存量 然後呢 可以跨領域的去做出有效的 夥伴關係 好比像說之後便利商店 康市美區城市加入等等 那再加上呢 我們這樣子的 開放的創新的模式 是不需要抽什麼 這個專利或著作權或之類 任何其他的國家 韓國這個去年3月 一看到我們這邊的口罩地圖 他們那邊馬上也有做口罩地圖 而且還是用我們這邊的城市 直接去改的 雖然我們一開始發明的 那幾位台南的朋友 不會講韓文 但是他會講JavaScript 所以就一下子就可以幫韓國人 解決他的口罩供需的問題 那這三個就是非常切實的說 我們解決了在地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應到 國際上面的這些問題 又或者像說 之前我有去過 伊索比亞的社會企業的世界論壇 那我帶過去的這些團隊 都是在我們這邊的可能偏鄉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在宜蘭的一些 做非結核的篩檢 那因為我們的非結核 盛行率並不特別高 那在那邊可能是少數還有一些的 pocket 那他們因為交通不方便 所以他們就用AI的方式 在地只要取得那個簡體的影像 然後就用雲端的方式去進行篩檢 等於快篩的這個判別 那所以他們就很成功的透過我們這邊 先進的電腦視覺技術 把一次篩檢從WHO的一次6美元到7美元 變成一次只要1美元 那在這個其實它在台灣是非常好 proof of concept 就是它去證明這個想法是適用的 因為不管是硬體啊光學元件啊 AI啊等等 其實台灣都有非常充足的人力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迭代 一下子就把解決方式做好 但是它實際上這家社會創新的這個團隊 它去非洲的時候 我們是在非聯 就是等於是聯合國的那個大樓裡面 然後就去跟可能14、5個不同的非洲的領袖 去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一聽到說 原來這樣可以提早讓它達成這個廢潔盒 減到零 這個也是一項永續發展目標 那從6美元減到1美元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地方創新的時候 承認是解決在地的問題 可是我們就已經先是所有的stakeholder 就是所有來參與的人 都用永續發展目標這17項來標誌自己的工作 那第二個我們在工作有一點點成果的時候 就不利於使用這些永續發展目標 在既有的社會上這些channel 好比像說 接下來我們會辦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創新高峰會 那今年是辦在應該是板橋嗎 在新北市 那這個呢 我們就會邀請全世界正在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一次來分享 我們在去年一整年 台灣這邊有什麼 新的用永續發展目標標定的這些想法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我們這邊解決的方案一出現之後 我們就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不另於讓全世界其實最嚴重的那些地方知道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地方創新的這個經驗 不是只有單一的產品或服務 而是整個生態圈 都可以在國際上面來參考我們這樣子 共創的做法 所以這是我們地方創新好像雜根 那社會創新好像 你知道就是蒲公英的種子 到處去這樣子飛散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好 有11位朋友們問這個 加勒服文教基金會的蘇曉珍老師問說 請問如何讓消費者願意多付一些錢 來購買永續類的商品 我們每年都有做那個社會創新的大調查 那其實有超過75%的朋友說 如果一個產品或者服務 他在他的communication 他在他的包裝 或在我一看到的時候 就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在他品質一樣的情況下 他同時達到了哪些社會或環境 價值的話 那四分之三的人都願意多付一些錢 來去 不管是把它叫做環境溢價 還是Premium 或者是社會的溢價 他的Premium 那這個Premium的概念 我覺得現在在台灣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現在永續類商品 他感覺上好像大家還接受度沒有那麼高 很可能是因為這個Premium 他沒有很清楚的被表示出來 被表達出來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說 好比像說之前在電視上面 大家有時候會看到我穿一個條紋的那個衣服 就是藍黑相間的條紋 那個條紋的衣服 其實他就是 我就一開始就講說 他是12瓶這個回收的飽特瓶 那再加上5杯咖啡 喝完的咖啡的咖啡渣 去做成的 所以他就顛覆了大家對於循環或者回收的想法 因為很多回收 我們如果是用再生紙或其他的一些製品的話 commodity的話 都會覺得說 每次回收好像他還是蠻可以用的 可是好像他的品質變成95% 95% 95% 這樣每次回收是downcycling 但是 因為 感謝設計師的巧手 以及我們材料科學的 這應該是新彩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沒有他每次回收之後 他又料子變得更好 或是說 他又可以做更多 本來沒有辦法做得像機能服飾這些的運用 所以就是要把一個感覺上很Premium的 像那個品牌叫EchoTech 他就是跟GoreTech打對台的 就是上山也可以穿的 然後還可以自我清潔的 什麼之類的這些機能服 大家一想到 這是一個Premium Category 本來就是值得你多花一些錢 因為他可以用很久 而且機能很好的那種產品 但是你再把它跟循環的 不管是寶特瓶或者咖啡燒 傳統上是覺得好像他會每次循環之後 可能要打個折扣的一連起來 那這個Premium的這個想法就會變成Dominant 就是說大家一想到就會先想到Premium的那個部分 那這樣的話 他的定價就不是在他本來的這個狀態裡面說 回收過之後 那我賣到一樣的價格 但是因為他可以溫時期體減量之類的 而是說我一下子這次回收 就把它放到一個比較高的Premium的那個Category裡面 那這樣的話自然因為他是Premium Category 本來就會願意多付一些錢來做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把它往這個價值比較高的地方 而且這個價值 因為現在尤其是年輕朋友 但是有很多長輩已經了解到說 那不是只有造成社會問題或環境問題的我們才要抵制 而是說他袖手旁觀的我們也要抵制 因為其他人都已經在想辦法解決社會問題跟環境問題 所以相形之下袖手旁觀的好像也不怎麼有良心 那這個也是最近兩三年才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氣氛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氣氛蠻好的 所以就應該乘著這個社會氣氛 然後說我具體解決哪些社會環境問題 然後讓我放在Premium Category 就是放在可以賣的比較貴的那個服務或者產品的界別裡面 有社會朋友們問說可以不可以談談 我認為台灣的唯品牌應該要怎麼樣走出自己的路 所謂的唯品牌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但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它是一開始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在意 一小部分人知道 但是其實這個品牌它是有機率能夠讓大家更了解一個特定的環境價值也好 或者是一個社會價值也好 所以它後面是有它的故事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你怎麼樣在大家注意力都有限的情況下 把一個值得傳述的故事把它講的比較好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說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大家可以參與 如果我們說每個人都有兩分鐘的善心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他花兩分鐘的時間 他做一件對社會蠻好的事情 等於捐兩分鐘的時間出來 這個大家都是願意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你就是要想說 你如果只有兩分鐘你到底要大家做什麼 那這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這個微品牌叫做台灣CanHelp Hashtag 那這個品牌其實 雖然當時是外交部跟衛福部 在WHO的事情的時候想到的 但是其實很成功的做到這個微品牌的散播的 並不是我們政府的人員 而是這個網站應該是 念詠真嘛阿滴嘛然後祖儀嘛大喊嘛等等的這些YouTuber們一起做的 那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他們透過群眾募資的方法 想要在紐約時報登一個廣告 講清楚說我們為什麼有台灣模式可以分享 但其實他們第一版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 是很嗆的就是是直接跟WHO在那邊開罵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但是為什麼一個紐約的人要看廣告來看台灣人罵WHO 其實沒有任何道理喔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有兩萬多人捐款就是兩萬多人不想要看他失敗 所以第一個就是真的有點中二的版本出來之後 就他的捐款人都就是很多說 那你不能代表台灣你不代表我啊什麼之類 跟你都已經捐款你不會想要看他失敗 所以他們後來就24小時之內就一夜之間就登大廊 在這兩萬多人的幫助之下選了AB版的文案改了非常非常多 那最後就變得非常非常成熟 就是說你不是孤單的我們也知道2003年第一次碰到疫情 就是徬徨無助的心情我們因此累積出了台灣model等等 我們很願意分享之類之類 那這個message就是大家願意來聽的一個message 那當然也請到很厲害的youtuber 就是我們的陳建仁副總統來教大家怎麼樣子來防疫 那在就是各個不同的youtuber的推播助欄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各國不同的不管是泰國啊 或者是菲律賓啊等等這些youtuber 就拿我們的這些開放的素材 然後變成他們也都可以加入的部分 但是這裡面呢我覺得也很有意思就是開放資料的運用 因為當你捲到這邊的時候你一定會想說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那這邊馬上就有一個call to action 就是你立刻就可以做做什麼呢 就是加入這75萬人已經貢獻了大概800萬片口罩 給國際的第一線的人道的救援 那你當然會覺得很好奇嘛 那所以你就會點下去看 那我們就發現說真的很簡單 我們的量測都是兩分鐘 你如果兩分鐘沒有辦法完成這個的話 那其實很多人的注意力就不見了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下載健保快意通的話 那真的非常容易 就是你到健康存折響應人道援助 然後如果你已經有一陣子這個沒有用這個我們公版的口罩 我看現在大家都戴了比較漂亮的口罩 所以公版的口罩可能就是配額是沒有使用沒有領取的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選擇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這一面這個牆上 當然也可以選擇匿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這個唐鳳已經貢獻了73片口罩的配額 但是是有一點灌水了 因為有一些是唐鳳瓶或者唐鳳敏或者唐鳳仙 等等等等 就是跟我名字有重疊的朋友做到的 那這個很有趣嘛 所以你就會按分享 按分享之後又會再讓更多人加入 但是你一旦加入之後 這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就是蓋一座廟旁邊的石頭上面有你的名字 講就是說這個是大家一起做成的 這個不是只是外交部想要送給國外的人道救援 而是所有人當時審吃減永做出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這個品牌它就變成一個有機的可以remix的品牌 它不是一開始只是我有一個行動 然後我就feel good about it 而是它可以把我跟其他的人連在一起 我可以也用台灣canhelp這個hashtag 然後所謂actionable connected 就是連到其他正在受到疫情所困擾的人 說你也可以來參考這部分的台灣model 而且它extensible 就是大家想要把這個hashtag拿去做任何的運用 它都可以去運用 它不是在局限在口罩這邊 我們在任何的事情 這個口罩機的輸出 口罩機的blueprint的輸出 等等這些事情 我們都搭著這樣子一個概念上去 所以本來只是一個 我們在WHO要爭取席位的佔一個微品牌 突然之間變成全世界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品牌 而且從上面長出了很多別的品牌 什麼viva台灣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滿好的一個例子 確保說大家都有兩分鐘的善心 把它能夠做的事情 變成它可以去跟其他人連結的事情 那這個你的微品牌 就不是只有你自己去經營 而是所有人幫你一起經營 好 那有9位朋友們問說 buy local 它講的是減少碳速機 然後去確保說我們振興在地的文化 而且是讓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可以更公平更永續 那這個跟所謂的全球化或者是外銷 是不是有衝突的部分 我覺得這要分成兩個概念來看 全球化它講的是說 在任何地方出現的新的想法 新的主義 在其他的地方你不用等很久 你也可以立刻參與這個創新的過程 像我剛才講到的這些開放原師 開放資料等等這些 都是說我們台灣發明出來之後 我們也不需要一個一個去談 因為它是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就像剛剛講到 韓國看到了 就去做口罩地圖 日本看到了 就去做東京都的那個 Stop COVID的儀表板等等 他都不需要問過我們的同意 他們就可以去進行再制或者是混搭了 那這些所謂的開放式創新 對我來講才是全球化主要的意義 那這個我覺得跟buy local 是一點都不違背的 因為畢竟像buy local這樣子的想法 或者是這樣子的 我們把它造成的社會也好 環境也好的 這些外部的成本 然後內部化把它去計算 甚至接下來可能要探定價了等等 這些也都是全球要一起做才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自己在這邊做 然後我們就解決了世界性的問題 是全世界都用能夠彼此互相度量的方式 就是剛剛講到SDG 那17項目標 現在不管是上市櫃的這個GRI的準則 還沒有上市櫃的 我們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的登錄 我們的非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它要算SRS或算SROI的時候 那個我們的新創的產業做B-Labs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本來都是各自的山頭 但現在因為是這17項群發展目標 都已經連成一個山脈 所以大家是都用全球化樂的這個語言 這樣子才能夠去實際計算出 好那我們每年就要減掉這個511噸的這個二氧化碳當量 那這個我在裡面是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百分之幾 那我的這個做法如果分享出去讓全世界的人看到 又可以再減掉百分之幾百分之幾等等 那只有在這種完全全局的角度去看我們的impact 就是我們造成的環境的衝擊 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那才不會有那種以靈為禍的情況 就是乍看之下我們這邊的目的都有達成 但事實上是靠地球上另外一個地方造成更糟糕的社會 或者環境問題去換的 所以這種Global Accounting Global Accountability 就是向全球給出交代了 我覺得這個是全球化的最主要的 目前這個階段的先進化最主要的使命 那這部分我們的Solution的外銷 像以前講到Made in Taiwan 大家想到是特定的產品 慢慢變成特定的服務 但現在其實是特定的process 特定的跨部門整合的方式 這些做法其實當它外銷的時候 它是一個概念一個理念的外銷 概念跟理念的外銷是沒有探足跡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跟全世界做對話 就我們解決當地問題 但是這個解決方法有全世界的應用性 而且我們可以證明它 有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我對於消費覺醒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對我來講其實我從小就一直覺得是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成長的過程 我大概五六歲 六歲的時候把我母親跟一些朋友 去成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那當時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運用消費的方式去改變整個生產者 因為他們發現說如果消費者能夠集合起來的話 那就不是只是倡議而已 而是我們可以去讓 supply side 就是讓供給端接受我們的倡議 你立刻就有經濟上面的好處 好比想說起座 或者是確保說共同購買之後 到兩千年左右成立消費合作社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這些做法呢 他當然後面都有很多人幫忙 包含在科學上面的檢測 確保說他真的是有機的 友善的沒有污染的等等 或者是說他的製程這個做法 他真的是可以做到全循環 像他們最近把這個什麼塑膠的這些包裝 你在共同購買的時候拿回去 然後他放到塑膠粉碎機裡面 因為會員都會已經幫忙把標籤什麼篩點 所以他這樣子一重置之後 馬上就做成好像洗衣精的瓶子 還是這類的 那這些都是每一個就是 看起來都是莫以善小而不為 但是加在一起就是說 因為他捲動的人夠多 社會部門這邊的人夠多 所以就會刺激足夠多人去想說 那在我的工作 如果他是一個決策者的話 在我的工作上 有哪些可以也做upcycling的 也做節能減碳的 也做有機的等等的這些做法 所以我覺得當然每一個人都是 某個方面他是對社會有貢獻的生產者 但是我們一天之中更多的時間 確實是消費者沒有錯 是在用大家都已經做好 甚至我們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也是用到大家已經做好的 可能是一些中間材 或者是一些設備等等 那如果整個供應鏈我們都可以把自己看成 我們就是挑那些即使有一些環境移架 或社會移架 但是我們就是挑著有這些就是positive impact 有一些正面的衝擊力的這些來購買的話 那其實他對於上游所送出來這個訊息 是比完全由政府由上而下送出來那個訊息 他要出類旁通的能力是快很多的 政府大概比較能夠做的是你不能怎麼做 但是你能怎麼做我覺得是要靠這種消費覺醒的方式 就是一個人想到一個好主意 那這個創新他散播的速度 我覺得速度會比單一的產品或單一的服務要來的快 所以我覺得消費跟倡議他是一體兩面 那我從很小就是這樣子想 我其實也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是大家都這樣子想 但是現在我覺得就是隨著現在大家平台合作運動 雖然不是用合作社的方式 但是大家又用合作組織的方式去想說 那我們在線上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都可以把我們結合起來 不管是之前分散式帳本 讓大家想到很多跨業結合的方式 那或者是現在我們發現說 只要給得出膠帶 有很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所謂的AI 可以來幫我們說 我們在工作的過程裡面就證明出 他的經濟或者是環境或者社會的效益 不需要我自己不斷的去重複填報等等 當他這些越來越streamline 越來越自動化的時候 那我們就自然會了解到說 我們只要能夠給彼此交代 那麼消費覺醒 這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事情 才真的能夠達到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有 八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科技是要怎麼樣子 真正幫助地方的發展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之前想到科技 尤其在台灣 常常想到的是自然科學 然後工業或產業的應用的技術 叫做技術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那社會創新就是說 在社會部門應用的技術 這些技術也是技術 舉例來講 剛才說的hashtag hashtag台灣CanHelp 在一堆字前面加上一個警字號 這個也是一個技術 這個並不是不是技術 它是有創新 有人發明的叫Christmasina 但是當然現在大家不記得它了 因為它是開放式創新 那它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它是在辦活動的時候 發現說我雖然用不同的社群媒體 但是大家都只要用同一個警字號 就很容易能夠彼此發現 然後在2007、08發現說 如果有大的天災人戶 有一些災難的時候 你當然不可能災區的所有人 都跑去上同一個頻道 因為每個人用的工具 本來不一樣 但大家如果都用同樣的關鍵字的話 那你只要用搜尋引擎 你一次就可以把最新的這個狀態 立刻就能夠看到會有一個儀表版 那接下來因為大家都開始發現 這真的有很大的社會的幫助 所以他們就push說 像Twitter、Facebook等等 都必須要推出他們警字號相關的這些功能 當然我們現在傳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當作粗體加底線用了 其實已經跟本來hashtag沒有什麼關係了 但是這個就是開放式創新的精神 就是在這個當地最適合的那個用法 最appropriate的這個用法 那在地的朋友就會把它挪用到那個用法去 就是appropriate這個technology 所以這種適當的科技去開放 讓大家都可以來改變的科技 這個就不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不是說好像我的發明人 我就幫你決定說要怎麼樣子用 舉例來講說好比像說 我剛剛早上才這個陪總統去看空總 那空總這邊就是我的辦公室嘛 這個社創中心 那這個地方它的特色就是它像這個足球場 就是喜憨兒的朋友畫出來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個之後 立刻就好像看到飯谷的話一樣 它有一個出類旁通的這樣一個感覺 那這樣子的概念呢 就會讓來的訪客 比方說這是應該是捷克布拉格的市長 跟他的局處長 以及局處首長都是一些海盜 不是他們是海盜黨 這些海盜黨的黨徒們 當時這個一看到這些喜憨兒的這些畫作 他們就立刻就是腦洞大肯 然後就攀爬上這個 其實不是給人爬的這個置物架 然後我笑的有點僵 因為我想說如果摔下來的話 應該會上頭版 但是就是總之它沒有釀成外交事件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大家拿的這些17向永續發援目標 他們雖然看不懂上面的漢字 但是其實他們都認得這些永續發援目標 所以我們在跟他解釋的時候 非常的容易非常的方便 那二方面是說 當他們開始介紹一些他們的這些創意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說 之前在其他國家的這些創意過來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子用開放式創新方法 讓在地的朋友可以進行修改 好比像說在2017 18年 當時就是如果有來空總的話 有時候就會看到這些東西跑來跑去 那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自駕車 你坐上去告訴他你要到哪裡 他就會慢慢的把你開過去 那三輪車嘛 雖然同樣說跑得快 但是其實非常慢 所以他沒有任何安全問題 撞到人不會怎麼樣 撞到建築物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當時如果我們是一下子就說 那他要開得很快 他一定要做特定的用途 那在地的朋友想必一定會反彈 因為沒有人看過這些東西 所以相反的 我們是用一個完全不預設用途的方法 讓任何就是會走過來的人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圍牆拆掉了 變成一個好像一個新的公園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是從大安森林公園走過建國花石 就會很自然的走進來 那這些很自然走進來的人 就會跟這些最新的科技開始產生互動 好比像說當時 我記得就有一對老夫婦 然後手上提著一些花盆 應該是蘭花 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說這個鄭委員在這邊 跟這些購物車在這邊做什麼 我覺得這不是購物車 是自駕車 你坐上去他可以把你載回家 他說我沒有想要載回家 我只想要把它當作購物車用 他就放到那個籃子裡面 那就跟那個乘重一樣 就是那個架子沒有垮下來 這個籃子也沒有垮下來 他真的可以放花沒有問題 那我就說那你要做什麼呢 你放了之後推著有什麼意義 他說你不是自駕車嗎 他應該可以跟著我走 我想說對 這好像是可以做的 雖然他本來城市沒有這個做法 而且他們也在電視上面看過 叫做Platooning就是車隊 所以他說那我就可以在建國花市買花的時候 因為他們以前都沒有辦法扛很重 還要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還會忘記回來拿等等 所以他說我要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我買了之後放進去 然後他買了之後應該要往後退一步 再找一個購物車來 然後我就可以變成就是我旁邊有 越長越大的 越來越多的一個車隊 然後幫我做hands free shopping 然後等到我終於買完了 我叫個車後我自己有車 那我就把它載到車上 我就不用再走回去了 可是他並沒有想要擁有這輛車 他並沒有想要擁有這個科技 他想擁有是什麼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去設定這些事情 要怎麼樣子使用的議程的設定權 那當這個開放出來之後 真的我們就跟旁邊北科大的朋友 辦了兩三次的黑客送 真的就把它改造成他真的可以看到人 真的可以辨認出人的表情 真的可以讓路 然後真的可以 就是讓大家覺得比較親切 因為有兩隻眼睛 不是像獨眼巨人那樣子 總之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跟我們相處 co-domesticate 就是互相詢話 大家是一件OK的事情 那一開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這個團隊 在同時也在線上 在其他的國家去辦說 那如果也要像我們這樣子 在這個各種不同的人中間去移動 那你總是要讓一些人先通行 你要擋出其他一些人的路 那在波士頓那邊 他們就量了 量了之後 跟我們這邊就很不一樣 我們這邊 我們那時候量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說 那要先讓長輩通過 然後可能身心障礙的朋友 接下來可能懷孕的婦女 接下來才是小孩子 就剛好老弱婦孺這個順序 我們跟日本是一樣的 但他們同時在麻省理工學院 在波士頓這個測驗的時候 大家都說要先讓小朋友通過 長輩就隨便 那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地方有不同的 對於科技的想像 如果我們是說 麻省理工學院 波士頓那邊好棒棒 過來的東西 我們就照單全收 那它就一定會衝擊 我們的社會的三觀 就是衝擊我們的價值觀 那但是如果我們是 比較謙虛的把它做成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你可以挪用的科技 可以適當使用的科技 只是把他的這些component 這些原件分享給大家 然後大家想到一個新的用法 就可以去使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才真的能夠 幫助地方發展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單純的把科技 帶入地方 要地方來配合科技 而是說 我們是讓科技進入地方 然後讓這個科技 去配合這個地方 實際的需求 所以大概 因為今天時間就到整點了 所以就先回答到這邊 不過非常謝謝大家的問題 謝謝 謝謝唐鳳政務委員 精采的分享 也請唐政委劉布 我們現在要再次進行 我們倡議宣言的合影 BiLocal消費覺醒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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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